回到疫情這件事情喔 現在大家都認為 這是臺灣民意基金會 52.8%的人認為是人禍 這22.9%認為是天災 然後更讓人家比較覺得 有點黑色幽默有點難過 就是熔岩已經連續兩天 都是拉漲停板了 因為聽說今天的死亡的數字 可能會再攀新高 我們疫情嚴不嚴重 當然是很嚴重 但是這邊我們要特別 來先問一下彭P 現在因為我看到 那個民意經濟會裡面有講說 現在大概有將近五成的民眾 認為說不管哪個地方製的疫苗 不管你怎麼樣拿到疫苗 至少有疫苗是好的 不知道彭P你怎麼認為 這樣子的看法 好民調民意如流水了啊 可能一個多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吧 蔡同學的支持度還是破50嘛 所以這些流動性的民意啊 我個人的這個心態是看看就好了 當然以尤雲龍來講 她的血氧都非常的優秀 所以她做的民調我不會懷疑 但是人民的認知啊 在蔡同學的認知作戰 這個Cognition Warfare 所以常常會被操縱 當然很簡單啊 疫苗在這個時候 秉濟確實緩不積極 因為她打個施打個21天啦 或者是中間還要隔個幾天啦 這個造成群體的效應 但打得差不多了 就像這個彭博說的 彭博社布隆伯說的 臺灣現在這個速度啊 就算你加速快一點好了 你要達到全體免疫啊 要六年啊 六年 她說彭博都24歲了 對耶 這樣看起來 對 這樣子都邁入壯年了 我算數不錯了吧 18加624 對 所以說這個疫苗是為了 未來就是希望說 慢慢慢慢你可以減災 那現在的狀況 大家覺得每天看到這個 病房要崩潰啦 那醫生又出來講說 我們真的撐不住啦 政府一直告訴我們說 還好啦 只是稍微緊繃 我每天看救護車 在車上跑來跑去 真的回家路上 就是這樣看到這狀況 彭博 你覺得我會說 短時間之內 什麼做法會比較適合 好 短時間之內啊 我覺得疫苗這個東西 當然一定要加速採購 因為它擋不了這一波 但它在未來的兩個三個月 到兩年三年之內 還是要靠疫苗 來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個是你從疫苗 跟最近不是有這個試劑 有人說要從國外進口試劑 結果這個衛生署 衛福部不是說違法嗎 對不對 對不可以 你從這種心態上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啊 台灣的防疫在這樣下去 是沒有希望的 政府給人都不能要了 拉不下臉 它拉不下臉來 其實這種公共衛生的防疫 本來就是應該 政府跟全民合作 而不是政府跟人民敵對 但是政府傲慢 第一時間就採取了中央集權 我做你不能做 你做我就罰你 你說的不合我意我就抓你 所以你看一年多前 彰化衛生局做的 萬人血清測驗 如果那時候的檢測 這個大笨中謙卑一點 不要去恐嚇人家 不要去給人家弄正風調查 你就委託彰化縣政府 你做一萬個 來我撥經費給你 我請你做十萬個 台中有沒有要做的 高雄有沒有要做的 新北要做的 我全部撥經費給你 你跟地方縣市政府充分合作 就不會有今天這個情況發生了 各位說對嗎 你從一年多前 就開始做檢測 讓民間的力量 補強中央政府的力量 今天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算今天有任何的狀況 大家也都覺得我們盡力了 而不是你中央衛福部 中央集權的結果 現在很多人一肚子氣 就是當時建議政府的 或者幫政府做的 全部被查水錶 被打到這個就是 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打擊你 包括台大公衛學院 包括彰化衛生區 包括很多人 包括現在地方政府 只要超前部署的 全部被恐嚇 這個是問題 現在怎麼做 我覺得他三之十可以工作 日本美國其實有很多新的做法 那首先就是你要讓篩檢普及 第二個就是要讓篩檢出現陽性的隔離的人 要有人道化的收治 不是像我在網路上看到 包括吳征 包括很多人講到他們的經驗 他們的經驗在網路上 在媒體中揭露以後 你只會讓那些發現身體 不太好的人躲起來 他不會走出去 因為你去集中隔離之後 他的下場竟然是如此 也沒人理你 有人集中隔離之後兩天掛了 掛了之後一天沒通知 他的家人一天也沒有把他的這個 接觸到的人去做採檢 諸如此類的事情 一個40多歲的何志偉的 這個前助理嘛 這些東西你只會讓 身體健康有疑慮的人躲起來 其實這很多人都已經講過了 那其實政府該做的事情 是跟民間合作 把民間的診所 民間的醫療院所 通通召集起來 希望大家共同幫政府做一些事情 比方說檢測就是可以做的事 日本東京在去年10月份 就已經下放給所有的診所 去做篩檢的工作 這個廣篩普篩現在來不來得及呢 我說加減有效啦 不然的話你看嘛 今天一直在追蹤這個 陽性感染者的足跡 然後去做什麼簡訊實聯制 實名登記制 請問你的目的何在 不就是希望那些可能會有關聯的人 趕快去做篩檢嗎 對不對 現在政府的做法是 強制去抓到這些人來篩檢 但是你是不可能的嘛 我們早就說過嘛 這個叫做A的N次方嘛 它是一個幾何基數 它是一個等比基數的放大 甚至是一個Logarism 它是Exponential 是一個指數對數的方式 在擴散嘛 10個人每個人接觸 100個人就變1000個人 1000個人每個人接觸 100個人變成10萬個人 你怎麼追蹤嘛 你去聯名制 你把它鎖起來都沒有用嘛 彭P剛也特別講 對啊就是說你應該去結合 現在其他地方 已經有的一些做法來做 然後你不是說中央集權 什麼都是抓在你手裡 我要點頭的你才可以做 別人不能做 他做不了 是啊 我這邊跟彭P分享一個例子啊 就是說我今天在看到最新的新聞 說這個泰王就是瓦吉拉隆公 雖然大家都覺得他做的風評很 很兩極啦 但他的妹妹喔 現在就是認為泰國總理 他認為他們 他認為泰國總理他們這邊 或泰國政府他們做的不夠好 所以他透過自己的關係 去找到了疫苗 然後呢透過自己的關係 找到疫苗再跟民間 比如說就是跟小七合作 有3314家的分店 現在他就可以去預約接種疫苗 當然他們接種疫苗 看起來好像還是在醫院裡面啊 有些人在主張說 應該做一些得來書或什麼 就是呼應剛才彭P講的 結合更多的力量 或是民間力量 去把這個疫情一起控制住 但是我們現在中央政府 好像不這麼想 甚至還加入了很多自己的考量 那些考量有些不是疫情 可能是金錢利益 可能是政治利益對不對 對 我想沈步雄曾經提到一些事情嘛 他說就他瞭解 目前至少有20個縣的人 都在做各種各樣的疫苗的代理兜售 他說就算裡面一半是騙子吧 至少有10條線在進行當中 而且沈步雄自己爆料 他說他拿到的價格 比當時東洋林泉拿到的價格 還要便宜 而且便宜很多 好像10歐元之類的 10歐元400塊嘛 當時林泉31塊美金嘛 31塊美金的話就是900塊嘛 所以差不多是半價 現在先姑且不論價錢的問題 現在是你能夠買得到 你就要偷笑了 好 那沈步雄說這段話呢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你怎麼只敢欺負小老百姓 你怎麼不會去抓沈委員呢 這個台灣視察中心 你怎麼不出面說這是假消息呢 不敢嘛 因為人家講的是事實嘛 如果人家講的是事實 那麼你就不得不讓民眾去懷疑 你們這樣做是為了保障 台灣少數的國產疫苗的利益 讓國產疫苗呢 要不是在這個股市炒一波 或是位上市盤炒一波 要不就是呢 讓他們在未來 可以獲得實現的利益 那這背後大家都知道 裡面有個很大的股東嘛 叫做蔡英文嘛 所以你這些東西啊 已經不是瓜田裡下的問題了 你已經是在瓜田裡面搶瓜啊 在裡子樹下偷裡 這個搶裡子 不是偷啊 所以你要嘛檢調出來 把這些傳播假訊息的人抓起來 要嘛你總統股應該開個記者會 做逐項的說明 其實很多人說 陳時中應該下台 我覺得上次我說他要五馬分屍 其實我收回了 因為我覺得這樣對馬不公平 你要五匹馬去做沒有意義的事 我覺得現在應該要斬首示眾 把他腦袋掛在小南門的城門上 我這樣講會不會害你的節目被黃標 彭P的用詞很重 但是我只能說 這個代表彭P的個人立場啦 但我真的要分享給大家看一個 活生生的記者會 大家會覺得說難道說 衛生專業跟所謂的法律 姑且說他是法律專業 可能是幹化專業 幹化專業去告訴 衛生專業的人說 不對你這樣子是罔顧人民健康 我們來聽聽看這一段 昨天行政院會會後 包括了疾管中心的發言人莊仁祥 還有這個行政院的發言人 我們來看他們這一番對話 莊仁祥先講話 那另外就是有關這個輝瑞 德國輝瑞的這個BNT的疫苗的部分 那他的中文名稱就叫復必泰 所以在香港事實上他們在施打了BNT疫苗 就是中文名稱就叫復必泰疫苗 那只是說是上海復興 他擁有這個在香港台灣這邊的一個代理權 所以有關如果是我們如果要買這個BNT疫苗 那可能就是從上海復興 可能管道啦就是跟BNT直接簽約 從這個德國進口或是透過上海復興的代理 也是從德國進口 所以這個疫苗 所以這個疫苗其實應該是在德國產制的啦 那無論任何的疫苗 他只要進到國內 不管是國產的或是進口的疫苗 那我們的食藥署都會對這個品質 其實會有把關喔 會針對他的這個申請的文件啦 還有這個疫苗的品質進行各項的檢驗喔 那這個如果在就是食藥署這邊 審核通過的這個疫苗 那當然民眾是可以放心的喔 好 我先放到這邊 這是莊仁祥的說法 這聽起來跟我們當今政府 這不只是逆時鐘這是逆英文耶 因為他講的什麼 他講的 聽不懂耶 他其實簡單來說 他說他就是說 現在一直說什麼BNT是大陸疫苗或什麼 沒有 BNT台灣是可以跟復興買 是可以跟德國廠買 反正只要來我們食藥署這邊會有做一個檢核 他都是德國產的疫苗 不過接下來我們要聽到的是 行政院的發言人 立刻就是把話搶過去講 補充喔 採購疫苗的最高原則 就是保護國人身體的健康 疫苗是有需要 但是如果不能確保這個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的話 那不能輕易為之 不可不慎 那向來這一個國內採購疫苗的原則 那這做法都是向原廠或是透過COVAX的平台向原廠來洽定 輸入後就如剛剛中副署長所講的 也要依法進行嚴格的檢驗 來確保疫苗的品質跟安全 那中國的疫苗 尤其中國製造的疫苗 或是他們的疫情 一直以來都有資訊不透明的問題存在 如果直接向中國來購買疫苗 恐怕會有安全性有效性乃至合法性的高度風險跟餘地存在 好我先聽到這裡 彭P 你這兩個人講的說法 一個是衛生專業的專人想告訴你說 疫苗輝瑞疫苗 BNT疫苗 不管他是代理或是跟原廠 反正他都是德國製的 這是安全的 你只要送到台灣來大家都可以施打 結果羅秉承立刻搶過去 你不知道蔡總統已經說 就只能跟原廠買我們不要買 而且就把BNT輝瑞疫苗就說 這個就是中國疫苗 大家都知道他有問題 這個活生生就是一個 政治上的甩了專業的一巴掌啊 第一個我聽不懂羅秉承在講什麼啦 他是學法律嘛 我聽不太懂他的意思是什麼啦 那許甫你聽得懂嗎 我真的我很努力的聽 我聽不太懂 他就是拿著這個可能腎上指導的 他說不可以的理由 對他說不可以啦 就是不可以透過上海復興代理的 他說還有什麼法令 中國製的東西 如果在台灣不能用的話喔 台灣應該有一半的人 應該就沒有衣服穿了啦 何況這不是中國製的 衣服避體 是啊 對好啦就算中國代工或中國製 對所以這個是跟中國一點關係 中國只是拿下了代理權而已嘛 是 對不對 這飛機也是直接從德國 或從其他地方直接送疫苗到台灣啊 對羅秉承是在怕說 中國呢在代理的過程自己加料啦 那這個對我想羅秉承是這個意思啦 是是那這個難度也很... 對對對我想送給... 我想上海復興應該知道 送給總統府那批加料就好 其他人都不會啦 所以民眾應該可以安心施打嘛 他一直沒搞清楚一件事情喔 在上海取得代理權 不等於在上海製造啊 這完全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啦 他在很含混的 在嘗試著把我們導致說 這個是一切都是阿強做的 那又在吃芒果乾嘛 所以我就覺得 那不然我們這政府你要怎樣呢 你自己無能嘛 不然你就拿東西出來啊 你不能說無能 昨天他就藏一手 他就說15萬莫德納來了 我看好多人都趕快PO 你看政府真的有在做事 但是被人家抓包 來來來來 我要跟彭皮趕快分享一下 王定義委員當然都是先知啦 很常會曝露一線的消息 另外一個是民進黨發言言洛芳喔 兩個人發文的時間 雖然一個五小時一個三小時 注意到他們截的這張圖 都應該是蘋果日報的獨家 一分鐘前一分鐘前 兩個人是心有靈犀 一起面對面把他截下來 還是說王定義委員 分享給言諾芳委員 言諾芳委員 分享給王定義委員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看起來還是非常綿密耶 不是 這是圖與圖之間的連結 我以為他們坐在對面一起截圖的嘛 應該不是坐在對面 好啦不知道坐在哪裡 但是我知道現在坐在對面的 還有包括了陳時中跟張上淳吧 最近蔡總統一直連發狂發梗圖啊 這邊也沒什麼啊 只是說他要跟總統報告 我只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好像有點不太禮貌啦 就是說好像跟總統在腳癢了是不是 之前好像 最近可能指揮官也很辛苦啦 氣質不是很好 對沒關係 但是主要是下一張 總統最近跟很多人見面 包括了這一張 王定義委員又分享了 陳建仁副總統 是定義心中最好的副總統 哇這個前副總統跟總統見面 然後另外一個媒體怎麼寫呢 就是說哇來看到了沒有 最強的防疫顧問來了 這是前任的副總統跟總統見面 我先問一下 彭P記不記得我們現在副總統是誰 那個人是王定義在台南的時候的那個吧 他是死對頭啊 死對頭啊難怪所以他心中 對他們在已經沒有他了 對他們在黨內初選的時候交手過啊 可是那個副總統聽說也是醫療專業 對所以現在看到這些圖情何以堪啊 而且那個副總統還有那個臨床的經驗啊 陳建仁沒有啊 可是人家都說這是最強的防疫顧問 陳建仁不是意思啊 陳建仁是公共衛生 那不會啊那最強的房東也就隨他講啊 我們也不覺得那房東最強 因為那房東也沒有 你沒有載我 也沒有煮早餐給我吃啊 這是個人的認知嘛 認知作戰嘛 所以我們都覺得這個很好笑啦 很多事情 然後但是呢 這個最近認知作戰來講 媒體是有一個配合 就是說還有一個獨家 你看不只說我們總統 我們總統有在做事啊 政府有在做事 說晚上電話來電話去在掉疫苗嘛 還有在告訴你好消息啦 高端疫苗已經送場囉 七月要開打囉 聯亞八月要開接棒 這回應到剛剛前面說 啊死都不要讓其他國家疫苗 甚至最主要是中國大陸疫苗不要來 但是一直告訴你 我們的疫苗要來囉 我們疫苗來 可是我們疫苗要做完二期而已耶 對啊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 政治凌駕專業的一個情形 我看到陳佩奇在臉書上面說 台灣的國產疫苗 將會是世界最大的 三期人體實驗場 這個一般人可能聽不懂啊 就是一般來講啊 你在實驗室要把一個新藥推出了 你要做一期二期三期 第三期啊 你的樣本就要破千到破萬 所以是第三期啊 就是你要把樣本擴大啊 你的第一期是實驗室 可能樣本幾十幾百 然後第二期放大了十倍 第三期大概要再放大個五倍十倍 所以通常到第三期的時候 你要上千上萬的這個 榨證書 為什麼要把那個實驗的樣本放大 因為樣本放大以後 會讓抽樣誤差變小 樣本跟抽樣誤差的關係是 樣本數的開根號 分之一 等於抽樣誤差 跟抽樣誤差成正比啦 抽樣誤差跟樣本數的 根號成反比啦 所以你每增加一百倍的樣本 你的抽樣誤差就變成了 十分之一變成0.1啦 所以當然啦 你的樣本數越大越好嘛 所以才會第一期樣本數小 第二期要大第三期要更大 為什麼 怕小樣本的時候你測不出狀況 誤差太大對不對 你說我今天90%的治癒率 結果你的誤差是40% 那你算什麼東西 所以要讓樣本數變大 所以抽樣誤差變小 結果呢現在啊 我們的國家 所謂的國家疫苗隊 所以企圖把台灣人民啊 徵招拿來當成白老鼠 作為你第三期的人體實驗室 所以人家都說不做三期是錯的 是要台灣人民一起來做三期 這不可能啊 免費做三期啊 你不可能有一個藥 對他不是不做 他是要照台灣人來做 做完以後呢 好像國際間去發表這個新藥 來我們做了三期實驗 而且我們三期實驗 對不起我們不是做幾千個 我們做50萬個 我們做500萬個 這是一個多麼惡毒的計謀啊 一般人可能看不懂啊 陳佩琪一句話就點破了 那我們這個 小雨一點點這個 邊緣知識的人也聽懂了 所以一個沒有做過三期實驗的藥 是沒有辦法上市的 台灣當然這個 蔡英文一句話嘛 連那個假的日記都可以變成 都可以上架中央圖書館 所以到時候 這個衛福部像大笨中這些 也不得不從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做法就是 在台灣拿人體活實驗室 做完三期之後 再來進軍國際 然後再去烘台一波股價吧 我想這是他真正的目的吧 對但是我剛才看到一個訊息 今天出現了最年輕死亡的病例 是36歲在新北市一名 36歲看起來真的升起力壯的時候 那對照陳時中昨天在講說 台灣今年有兩千萬的疫苗 夠了啦夠了 他說你其他很多地方 這邊講說口頭說要找疫苗來 其實喔不趕快找來會造成我們困擾 因為我們接下來 這兩千萬疫苗就夠了 我想知道日本說要給我們疫苗 是給一億五不要打的AZ 他們自己拿了五億啊 就不管是訂單或是已經拿到了 那我們說我們兩千萬的疫苗 而且還沒看到 就說已經夠了 我不知道 看待很多現在可能身體 有出現狀況的人 有確診的人 或是有些可能是罹難者的家屬 心情不知道做何感想欸 最近在網路上傳了一個 有一個神人整理了 這過去一年當中 當然主要是那個三明治嘛 這些媒體的大標題 有關防疫的 我很快的唸一下 2020年5月28號一年前 大標題是 行政院打造國家隊 第一批疫苗最快 2020年12月生產100萬劑 然後呢到了2020年6月4號 一年前秋季進入臨床實驗 台灣疫苗拼2021年4月上市 現在講的都已經是歷史了 再來2020年6月10號 蘇奎訪生技公司談疫苗 台灣在這方面不能慢於全世界 來2020年7月20號 也是11個月前 政府抗疫透過駐外單位 爭取COVAX 那個抗疫的意思 疫情的疫喔 第一劑1000萬劑 這已經是11個月前的事啊 指揮中心擬砸187億 加速武漢肺炎疫苗研發中央社 去年7月22號 一年前的新聞 蘋果日報去年9月份 距今大概8個月 指揮中心說 國產疫苗最快年後可用 年後就是2021年的年初嘛 2020年去年9月26號 中央社的新聞 武漢肺炎疫苗 國際採購簽約了 台灣1358萬民眾可望接種 我講的都是真實的新聞喔 這些新聞都誰放的啊 再來 這新聞現在回頭看是變假新聞啦 沒有一則不是假的啊 而且這裡面很多 我現在只念標題啊 你去看內文都誠實中說 疫情指揮中心說 各種內幕啊 各種獨家幕後啊 還不見得是獨家啊 有的是有引號的喔 引號我想我們學新聞都知道嘛 就他講的話嘛 引號是 好這不是 對不是傳聞嘛 是推測嘛 引號的意思就是 每個字都是真的 對 再來2020年9月26號 蘋果日報 我簽約 孤可買簽約囉 估計可以買到230萬劑疫苗 但時間未定 去年10月3號來 中央社這陳時中講的 標題陳時中冒號 台灣與各國超買疫苗 陳時中講的啊 去年10月3號超買啊 對不對再來 買很多了 去年10月9號中央社啊 莊仁祥說 台灣付定金沒有受到阻礙 因為有人說 中國進入COVAX 台灣買疫苗增加了變數 莊仁祥回答說 台灣付了定金沒有受到阻礙 再來東洋BNT疫苗說 明年首季到貨1000萬劑 明年首季就是今年的3月以前嘛 陳時中說 預計本週決定解放 那是2020年的10月14號 請問你解放解了多久啊 再來 這個2020年10月14號 自由時報 指揮中心說 BNT是德國廠商 中國復興醫藥僅佔 0.7%的股權 離法令30%相去甚遠 所以剛才那個羅秉成在講 法律師在講什麼西瓜呀 我怎麼聽不懂 再來 2020年11月11號中央社說 輝瑞BNT疫苗防護力打9成 陳時中說盡快取得你好快啊 已經經過了8個月了 請問在哪裡啊 很快說不要了 對 中國時報2020年11月12號 BNT採購現困境 經手大陸嗎 陳時中說 只要疫苗產地不是來自大陸就可以 去年7個月前講的話 每句話都歷歷在目 指揮中心說 110年年中以前打國際疫苗 1500萬劑 這是去年11月17號中央社的頭條 指揮中心說 2011年就是2021年就今年 年中不就是6月以前嗎 打國際疫苗1500萬劑 請問你打到外台的工具 打到哪去了 我跟你講後面還有很多啦 念了你真的會覺得 我們的政府 可以一路吹牛吹到今天 沒事 演個戲哽咽一下 還有很多人說 哇 好努力喔 不要為難政府 一路吹牛吹到這樣 我只講了五分之一耶 我這個東西有13頁 我只講到第五頁 我剛在念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一句話 之前人家嘲笑報紙 說報紙上面只有日期是真的 我現在聽起來 你剛才念那個日期 就是說除了它報紙上面 可能右上方的日期是真的以外 它裡面的內文 看起來半年一年前的事情 現在聽起來都是 全部都是用編的啊 請問政大新聞系的學生在幹嘛 我不是現在嗎 還包括校友許甫 現在做一個切割這樣 希望未來的學弟妹 好的老師都已經離開新聞系 不教啦 因為彭老師沒有在教課了 台大新研所 那個彭老師沒在教課了 好不好 所以新聞界開始墮落了可以嗎 許甫離開政大新聞系 以後政大新聞系就掛了 我不敢 優秀的學弟妹還是很多 只要是彭老師沒有在教 這個很多大家不知道 那個新聞的方向在哪裡了 好不好 新聞的尺度在哪裡 應該自己要把握的尺度在哪裡 好啦今天聊很多 因為我剛才低頭一看 這個時間好像也差不多了 當然了很多的 還有很多事情沒討論到 我們提出很多的批評 提出很多的建議 也就是希望這個台灣 大家都能夠好好的 平安的繼續的過下去 所以也希望說政府 不要就覺得說 只要反對你的啦 只要講一些不好聽的啦 你就是紅媒 你就是 現在不能講1450 因為他們自己會反竄 你就是五毛 就是其實這個政府 應該多聽一下人家的建議 包括亞洲週刊 你看現在自己反諷了 說我們好了啦 我們改成原諒的顏色 我們改成綠色 可以了吧 不要再把我們當紅媒了 因為他們也就是 檢討了什麼呢 台灣防疫上面的漏洞 就被說是紅媒啦 好最後請彭P在幫我們 最後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不只是台灣自己 包括很多的評論在講 很多的國外媒體啊 我這邊講彭博啦 路透啦 CNN啊 BBC啊 英國衛報啊 時代雜誌啊 德國之聲啊 紐約時報 他專挑一個亞洲週刊說 你就是紅媒 其實大家都認為說 包括澳洲也在講 不要陷入像台灣一樣 自滿的狀況啊 對其實你被發現 你剛剛講的這一串 都是世界上知名的媒體 你不覺得這些媒體 也真的很好騙嗎 你想想看一個月前 他們是怎樣稱讚台灣 對不對 你也不覺得這些媒體 很少像你我這樣子 具有遠見啊 我們是半年一年前就在講說 這一天早晚會到來啊 政府你這種動作 簡直就是愚民啊 我們簡直罵了快一年了 對不對 你看這個所謂世界知名媒體 他們也很可笑啊 他們在一個月前都還是 歌頌我們的這個疫情指揮中心啊 到現在強導眾人推嘛 所以我也是講 我說這些國際媒體 你也不要講說 啊紐約時報如何如何 多了不起啊 其實我在我眼裡也是三流的啦 而且你知道他們也是那種 專門典型的就是逢鷹拍馬 Ben Wagen後知後覺啦 所以也是那個 強導眾人推的媒體啦 所以蔡同學的論文們 一旦出了破洞 被揭發以後 這些人每個都會跳出來說 哎呀你看 這個就是一個世界詐騙集團 想當年他們一年半中 一年半的時間內 他們都在幹嘛 他們都在護衛 是 好了 最後一點時間 我還是要祝一下彭P18歲生日快樂 那我們今天 論文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拜拜 拜拜